明天大 Fur 超 这老婆居然是购物馆 这个你会不买吗 请问你买这一点要干吗 你要干吗 我有拍照过 因为我今天觉得 不是 不是 我想往心眉姐 很酷喔 你看妳運動戴這個 是不是很酷 神經病 運動戴這個 妳說好好酷 怎麼可能 市底 有必要市底都買嗎 它跟它說CeCe No 對啊 那妳真的有亂花錢 妳總之這個是為了去看演唱會 有 妳去演唱會 妳就不用買螢光棒 那妳的腳是要抬頭 妳不要抬頭 妳的成立拿牌 很棒 一塊半的 一直也不過一百塊 對 那個好幾萬塊 歡迎光臨姐的女人 我知道 今天的主題讓我好 好為難喔 我覺得這種事情怎麼管呢 都老夫老妻了 有什麼話要死講 有什麼不能講的呢 這種事我們能參與嗎 我們能管嗎 湯老師 嗨 在婚姻裡面的容忍度 我們怎麼能理解呢 我們是零容忍 OK 都已經 對啊 誰叫妳要嫁人 對不對 要不要幫他生小孩 痛苦 至少的對不對 對 好啦 這些人妻 外表都光鮮亮麗 說實在的 然後也都把自己調整得很 有一位比較需要再調整 就外型 外型可以了啦 已經可以了 其他這幾位 你都覺得好美艷喔 是啊 如果不認識他們的人 會覺得 會不相信他們已婚 甚至都有小孩了 可是他們背後有很多的心酸 還有他們有很多的秘密 都不敢跟老公講 這是維持婚姻必要的一個手法 手段 手段 可是也真的害我們女人 堆了很多內傷 所以今天讓他們來好好吐一吐 好的 這些內傷的夫人 我們一一請她們出場 是的 第一位夫人用鞋 也內傷嗎 好啦 今天來開單身派對好不好 好耶 請坐 來 接著下來是蘇琳 蘇琳也是啊 對啊 完全身材好好的 身材好 又時尚 為什麼要穿外套呢 不行 不行 嗨 接著下來是Mae 嗨 好可愛 還像個小女孩 對啊 但是我太40歲了 對 最終學生 你這樣會招天前 不可以倦耀 看起來是20是出頭 是啊 接著下來 你一定看得出來 不會 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伊璐 哈囉 好 幹嘛這樣講人家都不想出場了 有人就沒問題了 你其實穿得滿正的 因為全部都撕掉了 紫肉是瘦的 鎖骨褲 沒有腿 沒腿 是 老師 一一的 泳閒是星座是 雙子 樹林 白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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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雙魚 Mae是雙魚 好 所以我們有兩個 開創星座 兩個變動星座 我們兩個就是固定星座代表 所以在現場就是固定星座架不出去 就是這個意思 也不是啦 也不是說家不出去 比較不好惹 沒有男人敢惹 不是 是我們不想惹麻煩 對 應該是這樣吧 是的 好 笑得這麼尷尬是 什麼 有什麼祕密不能講的 先來憑直覺 測驗一下好不好 來做個直覺測驗 什麼都不要想就直覺 老師請問 好 題目很簡單 主管的太太 你們現在都是上班族有主管 她太太生孩子了 那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什麼呢 一 這個主管太太 得了產後憂鬱症 哎呀 大家竊竊私語 好辛苦喔 好可憐喔 怎麼辦 二 主管搞外遇 在她懷孕的這段期間 想不到你們的主管 勾搭上了小秘書 一 整個人茶水間 也在竊竊私語 三 拼命想恢復身材 原來主管的太太 本來身材曼妙 但是生這個孩子 爆肥了30公斤 所以現在已經不方便見人了 好像很煩惱喔 要不要幫助她 可是又覺得很好笑喔 是 得到獎勵100萬 怎麼看到這麼好的事 也許主管覺得太太很辛苦啊 想要獎勵她 或者是公公婆婆很大方 給她住好的月子中心 然後又拿到現金獎金 或者是拿到滿滿的禮物 大家很羨慕 來 請直覺 你覺得這個主管的太太 現在狀況怎麼樣呢 主管的太太生孩子 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 請一直覺作答 選好了正琴唐老師 來公布答案囉 我們測的是什麼呢 各位選好了 測的是 婚姻中你對另一半的忍受 程度有多高 我們倆應該很高 請注意聽起來就是不舒服的 忍受 好 要用到你去忍 那肯定是我們一般人 不太願意忍的東西 對 或覺得不可思議的東西 好 那忍受的程度 我們有兩個欄目沒有人選 我就先揭曉好嗎 好 主管搞外遇 如果你選到這一項 你對另一半容忍的程度有多高呢 百分之十 基本上零容忍 好不好 怒點超低型 你無法忍耐 也不會留情 道理你要力爭道地 沒道理就是沒道理 你這樣錯就是錯 你一定要給我認錯 我一定要把事情跟你講清楚 不惜離婚 不惜撕破臉 所以這一組的人是 個性比較激烈的類型 所以你選到這一項 我也只能說也許你要考慮 就是不要走進婚姻 因為婚姻是一個 很需要妥協的地方 好可怕 還好我們不是這種人 還好沒有人選 我們的婚姻一定是 沒有人選 我才敢這樣講 萬一現場有人選 就尷尬了 我這不就在鼓勵你的另一項 好 我們來看第三項也沒人選 就是對方胖了很多 要拼命地恢復身材 那你對另一半容忍程度 八十 為什麼 也就是願意裝龍作牙 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退一步 少爭吵 所以其實你要的 好傳統 也不是傳統 他要的是生活的瓶頸 賣岔 其實我是不認同 但是因為我不認同 就會跟你吵翻天 可能家裡一個禮拜不講話 那我退一步就可以讓這件事不要發生的話 那就算了 要幹嘛結婚 對 不是 也許不要硬碰硬 然後我事後用一些方法 譬如說我不要 我勸你喝營養的飲品 你不要 那我就不要跟你衝突 但我把營養的東西加在你看不見的地方 那還好是加營養的 對 我用我的包子來吃 那你要加什麼 還算是有心的 是 我覺得 講到營養品 我開會 而且我有看他們的Facebook 永賢就是一個很養生的菜太 對啊 你又保持得很好 然後你三不五時會打那個酥果汁 對 我對這個做菜這個部分是蠻有興趣的 來 那請你上台 發表一下 馬上就要發表吧 你的秘密 好啊 養生啊 養生啊 你把自己老公想要保持得那麼好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做菜 是 我覺得做菜是我的興趣 我的愛 我都把我的愛放在我做菜 但是這個點就是要抱怨 是不是 是 看不懂 對不對 別戴什麼什麼 嫌棄 別戴我的廚藝 對 這兩個是 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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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應該如果你有在follow我們的FB 有一天我很早 妹妹就要去上她的這個女童軍的會 是 很早 大概八點多就出門了 那我就沒有時間吃早餐 我就趕快把冰箱裡的菜拿出來 這是我們冰箱裡有很多菜 我就拿小紅瓜 青菜 菠菜 還有木蘇芽 然後一些水果 然後我就把它打成一個果汁 很營養的果汁 然後我就剛好可以弄出來兩杯 然後我就把我的帶走 就去帶妹妹去 結果我就在車上等 我想說我看書 我在那邊看書看書 結果我的手機就跳起來就說 現在艾力克斯在直播 直播 說去看一下他們在直播什麼 打開 她把我很有愛的這個果汁 剛剛拿出來當懲罰 她跟我兒子在那邊玩 她就拿出來她就說 媽媽做出這個很健康的飲料 你覺得好喝嗎 然後Ryder就看著那個大杯綠色的 她說還好吧 然後他們說好 剪刀石頭布 酥的就喝 好可愛 然後就開始這樣玩遊戲 你知道嗎 然後哥哥就喝一口 然後說 哥哥表情 有一點哭 然後他說要喝完 他說不 就喝一口 然後我們就繼續玩 然後就一直這樣玩下去 你知道嗎 就是當作懲罰 都不知道我在看 可惡 他們都不知道我在看 你知道嗎 這個好嗎 好 第二個 他們是凡人 凡人都覺得健康蔬果之不 你把他們照顧得太好了 對不對 崇壞他們了 別再那麼晚睡 又那麼晚起來 就是 上次我有跟你講 她很喜歡凹夜 那其實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還可以接受 但是禮拜六 禮拜天 是唯一我們有兩個小孩 家庭 對 家庭 那又是天氣好 她前一個晚上會看影集 美國的影集 看到比如說凌晨兩三點 我都跟她說 禮拜六禮拜天要早起床 因為小孩會在那邊 因為他們都很喜歡 六點起來 七點起來 所以他們就七點起來 他們八點要吃早餐 然後我們都在那邊九點等 等 好 我們先去玩別的 你先去彈鋼琴 你先去幹嘛 然後十點 十點 十二點 然後我在那邊我就 火大 我就在那邊開門 進去臥室 去拿東西叮叮 噹噹噹噹噹 然後我們噹噹起來 還是不行 對 他們就起來 你為什麼要這麼吵 我說我們都在等你起來 我們都很想要出去 享受好天氣 美好的一個週末 可是天蠍座 可能早上六點半才睡著 對嘛 所以喔 你們起來的時候他剛入睡 小孩說的這些話 讓媽媽好傷心 他時常就在小孩說 還不是都因為你 你如果不怎麼樣的話 你覺得我現在還會在這邊嗎 好了 小孩就學了 有一天就是我小孩就是 考試考得不是很好 我就說 媽媽每天那麼辛苦的 做便當給你 你要努力用功 你才就是要報答媽媽 他講的跟我老公講的話 他就是一模一樣 他說他就要看著我 八點檔的那個表情 是你自己要做飯給我吃啊 我又沒有叫你做 好受傷